道路搶通完成 终于可以下山民众开心挥手 虽然凯米台风已经远离 但高雄原乡的灾后复建才正要开始 茂林区高132线2.5K到4K 27号终于搶通 市长陈其迈也前往视察慰问居民 并要求加速恢复供电通讯 画面来到桃园区 秦河里东庄桥因溪水暴涨 四五台怪手马不停蹄作业 因为这里是连接复兴 拉芙兰梅山里唯一道路 更别说更深入的明霸科路桥 桥面板流失同样急需抢修 我们的机具正在大量的积极的来抢通 让我们的一些板车 外手挖土机等等 可以赶快进到我们明霸科路桥这边 来做一个寒广变道的一个抢通 而纳玛夏同样艰辛 平台二十九线纳玛夏无礼谱路段 路基流失连外道路中断 足人要离开部落 只能由青山产业道路往阿里山方向 但雨势稍大随时都有阻断可能 现在驱公所只能求助国军 用直升机将患者运送就医 凯米台风重创高雄 维修难度大幅提高 像是台电人员冒险爬上陡峭的土石 查看陷入情形 足人用怪手在斜坡上整修临时道路 就是希望加快抢修进度 原则新闻那部高雄茂林陶园 那么下采访报道